苏君进行专屋进行了解 让我们做回都去都查 不要轻心 多专风亦照片 绝照您的佛性不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波罗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昨天我们讲到主要教授当中 五个部分的这个第一个部分 Now today is the second part 所以今天开始讲第二个部分 这是内在变动之意识 不明其性陷迷惑 业与烦恼这根本 物后视为自正制 We did a lot of business with this cup 昨天我们在这个杯子上 做了很多的生意 So there's the outer inner There's the first cup 第二 cup, second cup, and third cup 有第一个杯子 第二个杯子 第三个杯子 Now this cup business is finished 现在关于这个杯子的事情 已经结束了 Now 现在讲到有关于我们的意识 现在讲到有关于我们的意识 有四个主要的学派 在佛法当中有四个主要的学派 或者我们讲四个主要的宗派 这是那个经部中 第一个是说分别有部 第一个是说分别有部 然后这是经部 其中间的宗派 其中间的宗派 就是唯士 Madyamaka 以及中关 总共这四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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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y the first part of the main teaching is close to Jitamadal 所以呢 在第一个开释的内容呢 他的教义主要是接近于唯士派的 Because let's talk about the outer phenomena 讲到有关于外在的境界 When we not recognize outer phenomena and that is the relative 当我们呢 未能够认识到外在的这个 镜像的时候 这些现象的时候 那么这就是相对异 If you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outer phenomena and that is the absolute 那如果你认识到外在这些镜像 它的本质的话 那么那就是究竟异 The ultimate There is no emptiness No existing So both are not existing Within conceptual It's both are just conceptual state of mind It's not existing For the self-awareness Rangrik Rangrik Yishik laya Demba ma duparese The thamji Tongba niy Mare lapa thamji Dene Kunzup ni Nangwares Rangrik yishik ngola Demba dupia mares OK 那么呢 就究竟而言呢 那么所谓的究竟而言 就是 就我们的这个 Oh Rangrik yishik 一般我们一个名词 专业名字叫自正分 或者叫做我们的本觉智慧 就本觉智慧而言呢 那么它是 根本本质 就本来就 就不存不存在的 那没有所谓的空性 不是空性 它是超越这个的 But then you may you may have little grasping about the consciousness 你可能会有一个很维系的执着 有关于你意识 对于意识的执着 OK all the phenomena are not real they are emptiness they are dharmakaya they are not existing outside there it's just come from my mind but maybe you may think my mind is real my mind is existing 所以呢 我们说外在的一切的镜像 它是空性的 它是法身 它是不真实存在的 它呢纯粹只是我们自心中所显现的 那么这么说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想 那么呢 还是有一个心啊 那也许我这个心 我的自心 我的自心是真实存在的 this way still you are in conceptual state of mind 因此呢 你仍然陷入于这种概念性的 有关于心的这个概念中 那么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怎么造成呢 如果有两个人 一个人就说 你是从我心中而现的 另一个人就说 不是不是 你是我心中所现的 不是不是 你才是从我心中来的 那到底是谁从谁的心中显现呢 大家 两个打看看 对不对 yes this way then it's become like your mind is like feel if there's a lot of feel yeah farm farm here si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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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r sinka farm there's a lot of farm here then the phenomena is like grains 那么因此呢 这样子就好像 变成了你的心呢 就好像这一片田地一样 那么在这个田地上面呢 有各种的这个植物 生长的各种的植物 or your mind is like mother and all the phenomena like baby 或者呢 你所谓的心呢 就像妈妈一样 那么所谓的心呢 就像这个子女小孩子一样 母亲生子一样 everything come from your mind 所以一切呢 就是从你的心呢 生出来 b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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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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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那并不是指的说,好像呢,你的心呢,它就真实的存在于某一个地方 结果呢,从你的心呢,就出生一切的外境 好像这之间呢,有一个因果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现象呢,都是个果 那你的心呢,是那个因,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此呢,所有的一切的镜像都是从你的心中显现 那么,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呢 例如,在你的梦中 你梦到你自己 那么呢,在梦中,你也看到了其他的那些人 在你的梦中 在那同时呢,一个梦中的人 在看着其他梦中的人 在看着其他梦中的人 and for that dream person look at the other dream person the other dream person is manifestation of that dream person's appearance or perception you can say but it doesn't mean this dream person is real existing there and second dream person not real there and this dream person produce this dream person 所以呢,在那个梦境当中呢 我们说,如果是两个梦中的人 一个互相看着对方的时候 那么,只是呢,彼此之间 这一个梦中的人 他感知到梦境中的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 那么,梦中的这个人他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从他的心呢,显现出另外一个梦中的人 然后从他的心呢,显现出另外一个梦中的人 让他自己去感知到 就像那样子 所以呢,我也是梦中的人 你也是像梦中的人一样 所以我这个梦中的人呢,看着你那个梦中的人 就是从我的心 但从我的角度呢,我可以讲呢 你们呢,都是从我而у嫌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我实存在在这里的 我也是从我的心如 所以这样子就不会有任何争论了,到底是呢,我是出自于你的心,还是你是从我心而现的 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就称为是无明,也就是不明之时为无明,也就是说内在变动的这个意思呢,你不了解它意思的时候,那么就是无明的状态 那么这个无明呢,是轮回中所有一些问题的根本,或者原因,是所有一些情绪的根本,或者是所有一些业的根本, 是各种各种類型,就是全是各种各种类型的根本,或者各种类型的根本 那么也是所有一些外在气世间以及内在一切友情的因 那么也是所有一切的根本,也是所有一切的根本,就是各种各种类型的根本, 即使所有一切轮回外在的七世间,内在的有情众生, 它的根本的因都是这个, 因此很容易,对不对? 但是呢,只存在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是无名, 因此如果能够斩断无名的话, 那你就能够斩断轮回中的所有一切的问题, 因此呢,相当浓郁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斩断无名呢? 要开发我们的知名智慧, 也就是所谓的认知。 什么叫做认知呢? 认知到一切镜像的真实意。 什么是一切镜像的真实意呢? 空性, 或者是法身, 或者是法身。 多呢,让人生意识的, 各不愿的作用。 如果了解的话呢,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智政智, 或者是我们这个本觉的智慧, 那么也是一切圆满功德的根源。 如果呢, 你了悟到我们心的本质的话, 那么就称为是智觉的智慧, 不叫本觉的智慧, 智觉的智慧。 and from that wisdom, then all the enlightened quality, what we call the quality of white, means enlightened quality, and everything come from that wisdom. 那么呢, 由这个智觉智慧呢, 那么所有一切证物的功德, 它这边文字上写呢, 百业的功德, 那么指的就是, 一切证物的功德, 都是由此而生。 That's why, actually, this main meaning is, there's not really mind, such mind truly existing there, even your mind is empty, but empty, union with clarity. 那么这边在讲的是说, 事实上呢,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心, 没有这样一个心呢, 它是所谓真实存在那个地方的。 那么呢, 从此我们讲到心呢, 这个心它是空, 那同时也是明, 空明双隆的。 If you understand this meaning, then you know, how samsara come from, how nirmana come from,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阶层毅理的话, 那你就会知道, 这个轮回呢, 是怎么样产生的, 那虐盘呢, 是怎么样产生的。 我们可以讲呢, 所有一切都是源自于我们的佛性, 佛性呢, 它具有三个特质, 是空, 明, 以及空明双隆, 所以主要有这三点。 这三个特点呢, 你可以讲, 这是佛性所具有的主要的特质。 因为佛性呢, 它是空, 因此没有任何的痛苦, 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障碍, 没有任何的能所对境。 因为佛性呢, 因为佛性呢, 是空, 所以佛性呢, 它是纯净的, 那么呢, 它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它是超越常跟无常的。 那么因为呢, 佛性呢, 是空, 所以呢, 它是纯净的, 那么呢, 它是最好的, 最殊胜的, 它是超越常跟无常的。 那么第二个特质呢, 是明。 因为呢, 佛性是明。 因此呢, 任何的一切呢, 都是可能的。 鲜绘, 融合源自于何处呢? 这是源自于心的身体。 这个明星,有所谓的虐磐,虐磐源自于何呢,也是源自于佛性中的明。 因此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轮回,虐磐,所有一切的这些镜像。 如果你说这些镜像到底从何而起呢,它就是源自于佛性中的明星。 在这边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么佛性中的明星的特质,比喻就如同是一个水晶圈, 像水晶球一样。 它是怎样的相似呢? 第一个,这个水晶球它自己本身呢,它具有能够反射能够反射的这个能力。 第二点,这个水晶球它自己本身呢,它具有能够反射能够反射的这个能力。 第二点呢,这个水晶球呢,这个水晶球呢,它自己能够显现出各种的颜色在外境。 相似于这样子。 这个佛性中的明星呢,它也具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叫自明,它具有两种的明,第一个叫自明。 第二个叫自明,那个自明是它自己能够去觉知自己的自明。 第二个呢,那个自明指的是它自己能够显现外在的镜像。 自明。 Rangrik 跟 Rangang。 Rangrik 沙瓦。 Rangrik 沙瓦。 Rangrik 沙瓦。 所以呢,章文里面就叫Rangrik 沙瓦。 就是自觉的明星,以及自显的明星。 这两者。 这两者呢,就是轮回跟虐盘的基础。 那么呢,轮回呢,它是怎么样从这二者而显现呢? 如果呢,如果你不能够去认知到呢? 所谓的这个自明呢?它就是自明的话。 那么呢,这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个我,或者这个自我。 那如果你不能够认知到呢?自我显现的这个镜像呢? 它是自我显现的镜像的话。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它。 因为呢,我以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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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存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心。 或者是一种。 或者是一种。 或者是二种的执着。 就是这所谓的恶相跟恶直。 因为这二者呢? 产生了这个负面的情绪。 就我们讲烦恼。 那由这些烦恼呢?就造成了业。 那由这些业呢?就产生了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状态。 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 这些友情众生。 好,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在。 痛啊,很痛。 这个怎么样? 敲打会很痛啊。 噢,对了。 他的人比不够。 ok。 我哄了 怎么说 要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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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什么呢 我说了什么呢 现在全部都哄了 开玩笑 因此呢 主要的问题制造者呢 就是这个无名 对不对 怎么样的无名 你没有认识到 两种的状态 这是真实的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 你没有认识到呢 这个致明呢 是致明 对不起 刚刚翻自觉字 会比较好一点 你没有认识到那个致觉呢 它是自觉 那么你没有认识到呢 这个致邪 那么你没有认识到呢 它是自显 for example the crystal ball is like example like you are trapped into crystal ball tuck into tuck tuck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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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比喻来讲呢 就好像呢 你自己呢 那当下就是在这个水晶球里面 t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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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这个水晶球呢 它具有能够显现很多的色彩在外境的能力 但是呢 你自己在里面呢 你没有去认识到说 其实这是你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这个能力 能够显现各种镜像的这个能力 then you are looking from crystal ball to outside there's a lot of rain balls you know a lot of lights and you are thinking how nice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you know 那在水晶球当中呢 你向外面看呢 你就看到有无数的光 有无数的彩虹的这种颜色 那你就觉得 哇好棒啊 这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你并没有认识到其实那就是从你显现出来的 你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就像那样子 那物后是为至正至圆满功德之根源 究竟至义不可得 所为穷尽法性处 那这边呢 有三个意义 在这边 relative 一个是相对 absolute 一个是圣意 beyond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然后这是超越相对跟圣意二者 this is why the absolute 谁呢 the relative is 因此前面三句 内在变动之意是 不明之死 为无明 业语烦恼之根本 这是讲的第一层 这个相对意 and then second is absolute 接着第二点呢 就是究竟意 就是圣意 物后是为至正至圆满功德之根源 If you recognize asen of your mind clarity of your mind then all the nirvana come from that state 如果你了悟到你自己心的本质 了悟到心的明性 那么就知道 所有一切的虐盘呢 它也是由明性 新的明性而显现的 ok now tardu dena yishime chuenam seser jolo sung 那接着讲 究竟致意不可得 所为穷尽法性处 this is talking about the you can say great absolute or maybe you can say beyond the absolute and relative reality 那么呢 这个呢 你可以讲就是第三种 所谓的大究竟的 或者叫超越相对 跟圣意的意义 for that there's even wisdom is not exist 在这样的境界中呢 甚至所谓的智慧也是不存在的 tardu dena yishime 究竟致意不可得 because first you sa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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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自嫌,这是根本都没有 所为穷尽法性处 指的就是说,在这点上,所有一切都完全的穷尽 因为在古代有一种刀,摸刀石 如果你这样摸着,这把刀呢? 那这个摸刀石呢,我们这边比喻呢,就像我们的烦恼,负面的情绪 那么这个刀呢,就象征着智慧 那么当你不断下摸着摸着的时候呢,到最后呢,这个摸刀石呢,它也回损了,这把刀它也回损了,二者都没有了 因此呢,就没有这些所谓的障碍,连对自净除这些障碍的智慧也没有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的智慧呢,它是由心而显现的 但是呢,当你圆满了这个道 例如呢,像月亮一样,在虚空中的月亮 那么在初三的时候,你稍微可以看到那个上弦月的一点点,初月 初四,初五,它不断的增长,一直到十五 然后从十五之后呢,它慢慢的又开始越来越小了 当你到了三十的时候,又看不到月亮了 那么我们的智慧就像这样子 事实上呢,这个月亮呢,它并没有变小也没有变大 同样的智慧呢,它也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所以呢,智慧呢,它本身是不变的 但是呢,它的展现呢,它有起起伏伏的这个变化 但智慧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的起落的 但是呢,你仍然具有的一切智 当你成佛的时候,你超越了所有一切的概念 那是什么意思 and cease all the percep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cease 斩断了 那么同时呢,斩断了所有的 subject and object 能所的这些对境 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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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看得到 一切的法 有 有些 世界的 法 世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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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去 一切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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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佛 知道 一切的法 在这些同时呢 在这些同时呢 在那些同时,它也没有所谓的涅槃,也没有轮回 那你可能会想到,那怎么可能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 没有主体跟对体,没有这个能所 但是 佛知道呢,这是杯子 佛可以看到这个杯子 在这些同时 它也没有杯子 怎么能够像这样子呢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可能的 如果你认识到你的心性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切 不需要去看一切的 不需要去看一切的 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理会的 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样的境界 甚至呢,当我们试着想要去评断那样的情境 不是 不是 是 所以我们很难这样去理解 You cannot understand this meaning by intellect 所以你很难经由你的理智去理解 所以你很难经由这种分析观察去了解 For example, if there's a dog Dog, female, look at the male dog thinking Oh, this is a handsome, this is not handsome And male dog look at the female dog thinking This is beautiful, this is not beautiful 这只狗是很英俊的,这只很丑的 另外一只公狗看着母狗的时候 嗯,这只很漂亮,这只不漂亮 但是狗呢,它们可以了解那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就不能够了解 甚至我们试着想要去了解 How dog can think handsome and beautiful 这个狗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能够去感觉到 那个所谓的英俊跟美丽呢 You know, it's... we cannot understand 我们很难了解,我们没办法能够了解 Even though we are same family right now We are both are in samsara right now 甚至呢,我们现在是同一个family 同一个家庭,我们同样的在这个轮回当中 Even we cannot comprehend kind of like same being in samsara, same level We both have illusion We cannot understand each concept, each perception This is why we cannot comprehend Buddha's wisdom 甚至呢,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去理解我们同类型的 譬如说呢,我们同样的这样的种类的这些众生 它们内心的想法,它们内心所感知的这个境界 那么因此呢,我们根本没办法去理解佛的那个境界 But 这边有一个好消息呢 这个智慧呢,它是一直跟你一起的 24小时 你思考是从那个状态开始思考的 那么呢,你也是从那个状态开始说话的 那你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呢,然后开始去感受的 所以那是呢,可能能够认知的 但是呢,不能够使用我们的这种概念性的意念 但是呢,不能够使用我们的这种概念性的意念 OK 现在呢,宣布真的一个好消息 休息十分钟 您是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因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截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千亿照备 法华功德妙难思、十方诸佛所称在 若读若诵若解说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置业宜蘭大碑观音道场特举办 恭送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恶行成十亿倍 慈悲至夜高雄中山书方 举办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护生祭蒙山诗时 恭请惠泰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旋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同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恰旺 宫安莫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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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安莫妮宫安莫妮宫 宫安莫妮宫安莫妮宫安莫妮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tyazı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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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